台南一向出名多好食物 這兩年最多人討論的相信是有愛市場 日頭賣菜賣肉的傳統市場 晚上就變成深夜食堂 雖然暫時只有十多間熟食小店 但每一間都很受當地人喜愛價 首先要推介這間主打 slow cook 菜式小店 每一道都煮得很有心思 好似這道燉牛肉燉足四個小時 入口軟軟油夠入味 同時這裡有很多送酒的小菜 當然少不了台南的精釀手工啤 和朋友一齊來又飲又食 真是好好氣氛 這間有愛市場是有愛街市裡 第一間晚上都開的餐廳 它是主打創意料理 小店每個星期只開四天 依然吸引了很多忠實的捧場客 店面保留了街市檔口的白色磚桌 加上復古的佈置 很有傳統台味 當中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砧板料理 它是選擇了最時令的食材 以及用砧板上的 真是很match這裡的市場氣氛 砧板料理上的食材非常豐富 有三文魚、炸豬扒、番茄、蘿蔔、熟米 還有這個飯是加了禮物的 所以很健康的 除此之外這裡有很多家常台菜 都很好吃的 之後有機會就要來台南試一試了 下集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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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